嘿,大家好,我是迷之声 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第26届的Ludum Dalen制作游戏制作比赛呢,又已经落幕了 然后呢,又有许许多的小游戏出现了 这一次的主题呢,叫做极简主义 也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RPG啊,是以真实啊,以这种3D建模为主 如果是极简主义呢,很可能主角就是一个小圆圈或者一个点 或者这种东西,我们今天进行的这款游戏名字叫 这不是一个极简主义的游戏,我们按X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还是一个,不能算极简啊 相当有这个,他刚刚好像说了一句,赶紧完成这个任务 让我可以去买新东西 然后我们看到左上角有一个戴着蓝帽子的法师的头像 写着一个99 然后我们,我们在这边跳啊跳的,挺开心的 啊,这个上面有什么呢 哦,有一个,诶,呃,你只有99个邪恶法师的脑袋 我要100个,你要100个的时候再回来吧 啊,两个选项,X,再见啦,C,我用你的脑袋变成100个 啊,你,你刚说了什么,啊,我只是想削除我的竞争对手而已啊 诶,然后,诶,然后没有,没有其他选项了 那我们就等下再见了,啊,我等着你 你,你有没有100个邪恶法师的头了 没有呀 我们这个 这个是胡子还是什么啊 好像只有一圈胡子 下面是壮硕的鸡 诶,但是这个是紫帽 诶,等一下 我不知道是谁派你来杀我的 但我会给你更多钱的 求求你,我不想死啊 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杀了他,毫不容,毫不仁慈的杀了他 呃,我们能不能回去把这个红法师给杀了 他不是要付给我们更多的钱吗 但我们也不知道,他给了我 我们给了他100个头,他会给我什么 诶,这边,这边杀不了 好吧,那我们就 我们就杀了你 哈 诶,你杀了我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吗 不,我只是觉得自己 很有技巧,而且很强大而已 咳咳 你 对于这个中世纪奇幻的世界来说 真是完美啊 但假如你失去一切呢 我会慢慢适应的 我失去过很多东西的 可不会像你接下来要失去的东西那样 呃,呃,这个,这个是咒语吧 阿拉卡赞 巴布巴布巴 巴巴布巴巴布 我诅咒你 呃 呃,他死了 嗯,我很确定这个诅咒啊 只是开玩笑而已 好,我们回去咯 来,红法师 我们 诶,诶,不见了 诶 诶 那个,那个红法师呢 然后这边我们按一下X 诶 没有了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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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在哪里 啊,在这个白色的平原上 我什么都看不见 诶,我 我,我们真的变成了一个 极简主义啊 但是好像 走路的时候还有动画 这个,这个方块怎么这么精致呢 好,我们继续向前 诶 请给我五个方块 诶 诶,诶 诶,什么 给我五个方块 给我五个方块 为什么呢 给我五个方块 诶 但是,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我 为什么 我不需要理由 我只需要方块 诶,你就不能 行行好 给我带五个方块回来吗 好吧 谢谢你 你有五个方块了吗 诶 我,对啊 我去哪儿找方块 在这个方块采石场 诶 在哪儿 你会在方块采石场里找到方块 但是,但是方块采石场在哪儿呢 采石场不远呢 呃,你开什么玩笑 画个地图给我 呃,你说什么 地图 呃,从来没听见过这个词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的 就是把,把那个地址啊 位置画出来 哦,我们这儿从来不干这种事情呢 画画从来不简单呢 呃,好吧 那你就别想要你的方块了 呃,等一下 这,这是你的地图 呃,我用了这么多符号啊 我觉得啊,好,好丢人啊 然后,呃,现在你有了你的地图了 把我的五个方块找过来 呃,但是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呃,难道 难道,呃,不对啊 没有鼠标啊 那么,那么就是按一了 按一下一 好,出现了 一在这边 然后有一个二采石场 好,我们到采石场去 呃,我觉得啊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城市 那是多出了一个地图的地点吗 嗯,左边还是有 左边 好,方块 捡起来 哎,看X捡起来 好,我们捡到两个方块 对 哎,竟然,竟然有红 哎,而且捡起来也放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按一下2 哎,按一下2就把它拿下来 好,我们捡起来 好,五个 嗯 五个拳头 哦,然后我们按1 拍地图 哎,有 有,有,有这个城市 我们去看一下 哎,好多人 好多人哦 但是 完全没有 哎,上面这个地方 怎么上去 上不去 好吧 我们回1去 啊,我把你的方块带过来了 叫什么名字 现在我有我的方块 那么我的,我的奖赏呢 没有奖赏 我什么东西都不给你 嗯,你就连感激之情都没有吗 啊,还是简单一点好了 我要方块 你给我方块 就这么结了 嗯,一点都不酷啊 这不好啊 嗯,这是 哎,哦 哎,哎,什么,什么 呦,你给我的方块 他,他们看上去这个样子 你什么意思 他,他们和别的不一样 他们和我和其他这里的一切东西都不一样 他们有这种,这种奇特的性质 呃,颜色 不管是什么 都,都好,好,好可怕 啊,我的大脑无法,无法处理这个东西 请做点事情 把它们毁掉吧 行,求求你了 那么 既然不能RX应该就是这样了 呃,哎,好 对 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变红了 啊,不 他们到处都是了 我的脑子要爆炸了 哎,放轻松 只是个颜色而已嘛 啊,啊 哎 哎 哎 他,他真的爆了 我,我还想猜猜他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脸上 是不是有血迹啊 嗯,好 哎,我们 我们要不要 我们先去采石场看一下 哎 这边果然也变成了红色 有没有什么东西呢 哎 又,又有石头了 又有,哦不 方块 方块 又有方块咯 哎,而且还和之前一样嘛 又有五个了 好 我们去 City城市 这群人是全都倒下了吗 然后 流血的方式还和我们不一样 哎,有一个人 有些人活了下来 带他们走了 这里只有死亡 我的父母 我的朋友 啊 听见这个真是 太伤感了 我的父母告诉我 我活下来是有原因的 我想要让他们感到骄傲 嗯 我打赌他们一定已经很骄傲了 因为你活下来了 我发誓 我 会 啊 不管发生什么改变 我都会活下来的 啊 赞 Bravo 另一个改变 已经来到了这里 我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一些东西 是新的 哎 是悲伤 哎 哎 哎 他有新对话 啊 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我会试着去改变世界 哎 我也想去改变世界 我们互帮互助吧 啊 我听到一个 啊 很害怕的人啊 在 讨论啊 说有一个新的地方出现了 他们都说那边有各种各样奇怪的 这个 哎 这个标语 这个三岸石指标语呢 还是指什么 其他的 啊 真正 不管 你可不可以在我的地图上把它画出来 好的 啊 请告诉我你发现了些什么 呃 又又一句新对话 呃 你有没有在啊 就 就是这个对话了 然后 哎 上面的这个 这个也死掉了 好吧 我本来以为可以和他对 哎 出现了 sign 好 我们看一下 哎 哎 果然是标语 这是个方 哎 这不是方块 哎 难道意思就是说 这个 啊 这是个方块 也就是说 红颜色的不是方块了 它是红色的方块 对不对 红块 飞块 然后 我们把这个 全都集齐了之后 回去给他看 嗯 红块 飞块 嗯 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 哎 那我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吗 不对 哎 那我们 把白颜色的也放在这里 哎 没有反应 哎 这是怎么回事 完全 我们回到1去看一看 1 有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 果然还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 在这个路牌 这边是什么意思 哎 又 又有新的了 但是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把2放在这里 没有呀 它只是不停地刷出来这种东西而已 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是个方块 我们把 几个都放在这里 哇 完全没有嘛 这怎么办 毫无头绪 我们再到彩石厂去 彩石厂 还是和之前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方块了 但是 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 我们回城市去 什么意思呢 4 也没有用 5 也没有用 完全不能呀 完全没有头绪呀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通通放出来吧 并没有啊 还是什么都没有啊 怎么办 要去看一下攻略吗 它下面 非常明显的提示 按W键有攻略 但不知道是不是开出新窗口之类 迷之声 迷之声按一下 出现了新窗口 稍后回来 好的 大家好 回来了 然后呢 据说呢 还真的是啊 用一个方块放在这里 然后把一个5放出来 它就变成了一个圆圈 然后呢 再把3 这个也放出来 再按一下5 这个没有反应吗 3 5 没有反应 看来只能是把这个红颜色的 把它说不是方块 不对 是只有之前那一次用了 那我们对这个红的再用一下4呢 也不行 好 总而言之 我们发现了 圆圈 然后背景里有了云 啊 太神奇了 天空中的东西 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象过 没有角度的东西呢 我很 我很高兴 你的大脑可以接受 这样的改变 嗯 你知道什么吗 我还想要更多 嗯 我也想啊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啊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 我听说过另一个地方 比这个标语的地方还可怕 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无人可以定义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生活在哪 听上去不错 告诉我在哪 好 请小心啊 那些奇怪的生物啊 很可能很危险 嗯 不是生物 是存在 哎 数字 数字能帮我什么呢 而且我们也减不起 哎 我们把七给杀了 哎 我们又把六给杀了 这个 我不想踩死你们呢 但是 看起来 就是要踩咯 我们放一个不是方 不是 不行 放一个是方 也不行 总而言之 我要把数字统统杀光 啊 杀 最讨厌数学 杀 哎 哎 数 为什么 杀了数字就变成了数 这个作者又不是 学中文的 嗯 他怎么知道数和数是同意呢 也有可能只是走到这里就就有了改变而已 好 总而言之 我们我们发现了树 我们再回去和他说 哎 有树咯 啊 又有一个新的改变 真是太激动人心了 我太爱这些新的东西了 嗯 你怎么叫他们呢 树 树 我喜欢树 啊 我可以花上一整天 只是在这里走来走去看树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世界里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好 我们去看一下旧地图吧 看看一 啊 这边也不再那么寂寞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去采石场看一看 有没有多出一些新的东西呢 哎 哎 哎 黄色 出现了黄色 啊 这个 哎 又有又有蓝色 蓝色 好耶 啊 这个游戏就是 就是重新发现色彩 然后 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世界 这样一种感觉吗 好 我们回城市里去 哎 绿色也出现了 哦对 有蓝和 黄 就有绿嘛 我们看看六七放一起啊 没有反应 好 呃 这些 色彩真的需要吗 我 我还是觉得只有红色的时候 啊 呃 更多色彩更多改变了 啊 也对 你说的没错 我最好是快点适应这些颜色吧 那么你怎么不去看看 有什么其他变化呢 又要看了 那我们去标语这边吧 感觉应该是这样一个顺序啊 哎 好像还是一样的 那么难道是要到 那个 奇怪的地方去吗 这边的数字还是照上 哎 树上 之前树上有果子吗 我们还是向下走吧 感觉 哎 这回倒是 这回倒是没有走着走着发生变化 难道是要杀光数字 杀了一定数量才会有变化 不是吗 总之还是把上面的几个干掉他们去 嗯 好 既然这边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们要不要先去 一那边看一看 一是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地方 哎 哎 橘子 橘子 竟然有橘子 哎 这 这个水果和其他不一样 我要凑近一点看 啊 这个 水果的表面啊 不规则 哎 哎 没看完后半句话 但是总之就是 因为这种 它的纹理和材质啊 让整个世界 不再是光滑的了 啊 好 我们拥有了 这种质感啊 啊 太棒了 这个世界 有这些小小的细节 和各种各样的色彩 感觉更完整 嗯 奇怪的是 你倒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你 见到我之后 你也没有任何变化 哎 真的吗 我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 你看上去 和我完全一样 只是一个长方形 但是呢 你更红一点 我 我看上去和你一样 我不敢相信 啊 你自己去照照镜子吧 不信我的话 你 我把镜子放在你的地图上 你去照过镜子没有 我们去找 哎 哎 地图上面都出现了 啊 有意思 好 我们去遛 镜子 哎 怎么感觉有风声 哎 哎 哎 竟然 镜子竟然是这样的 啊 这就是我 哎 我改变了世界 但我却无法改变自己 既然 我们也已经照过镜子了 长方形到此一忧 哎 这个镜子不科学 为什么文字没有变化 哎 然后又又又出现bug了 啊 我们放在这边的反而剪不掉 刚才是因为堆在当中了 正好可以剪到 其实我们东西是放在了 右边那边 好 我们取三 啊 我们见过了镜中的自己 你见过 哎 见过了 然后就就没有 没有说 哎 这边也有镜子 哎 这边的镜子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们再去看一下 去一下什么地方呢 标语这边没有新的东西 那么去奇怪的地方 先去柴市场看看 柴市场没有新的东西 而且我们123456789 好像也快齐全了吧 别告诉我 刚才那个就是结局啊 不至于吧 这个没头没尾啊 不行 一定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内容 一定会的 我们要相信自己 相信游戏的制作者 绝对不是做到一半 啊 48个小时做个游戏 做不完了 不做了 没头没尾的来一下 这样就不太好 总而言之 相信作者 然后 我们 再去照一下镜子 以及 不会是要我们 按照顺序弄这个数字吧 那也太离谱了 这就是我 没有颜色 没有细节 什么都没有啊 还是相同的对话 好 我们再回一去 但是 这样一来 不就 什么都没有了 难道要我们自杀 我们怎么自杀 没法自杀 我们已经见过了 见过了呀 但没有新对话 怎么办呢 等一下 我们 想一想 一声想一想 去到镜子那边 能不能 在自己头上放一个 我不是方块 不是呀 之前也已经试过 我们把东西都堆一遍 这样做一定是可以的 我很确信 就是把所有东西 统统堆在这里了 这个镜子是有用的 黄色 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镜子不要忧郁 因为Blue有忧郁的意思 来给你一个 原来这是苹果 圆圆的怎么会是苹果呢 我把自己 用涂上了颜色 我变得和从前一样 我们回到 我还想和那个 长方形 做一下告别的呢 还想让他 见一见 我们的样子的呢 我们是回到最初了吗 是不是 但是左上角 没有了这个 而且这里也没有了 红法师 左上角已经没有了 九十九个法师头 一百个法师头 诶 有一个妹子 你好 你记得我吗 啊 你就是我在极简世界中的朋友吗 就是啊 刚 刚才我为什么 要用这么低沉的声音 给他配音呢 原来是个妹子 不一定是个妹子 他只是有一头 飘逸的长法而已 对不对 就是啊 我 一直在想 你会不会在这里 啊 我很庆幸 你没有事 嗯 知道什么吗 当我在找你的时候 我发现了十分神奇的事情哦 你发现了什么呢 啊 我做了一块 这不是二笛的标语 和另一个 这也不是一笛的标语 然后呢 我把它们放在了一个方块上 你这么说 我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 然后 这个东西出现了 叹叹 啊 真不知道我们 就这样还可以进行多久呢 啊 这 这 这是一个立方体 哎 我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 任何像这样的东西啊 对啊 就是这样 这 这不可能 它有这种新的 新的性质 我把它叫做体积 我 啊 我完全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接受 我的大脑感觉 这么奇怪了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思考了 哎 你不要爆炸 放心 这只是一个 有了体积的方块而已 啊 我一定要干掉它 这样的东西不可以存在 哎 哎 难道我们一定要 亲手 不对 亲脚 把它干掉吗 啊 天呐 这太酷了 啊 我看不见自己在哪 这个体积的东西 到处都是 在我身上 啊 我 没办法继续了 太可怕了 我很确定 你可以活下来的 啊 不要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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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一个好结局吧 啊 我整个人都要崩溃 哎 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思作者 你就不能给我们的妹子 或者长得像个妹子 有一头飘逸长发的 呃 配角 和我们的主角 有一个好结局吗 去 好吧 啊 这不是一个极简主义的游戏 今天这款游戏 就为您实况到这里 呃 感觉呢 似乎还是被这个48小时的 时间限制啊 受到了一点制约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挖掘的 一个主题啊 而且老实说 我确实很想看到一个 幸福一点的结局啊 好的 那么 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 会议里面 danke 大家好 感谢观看